王美凡,你今天要到日本棋院去宣造了,你是不是谈谈你这一次到日本的进修计划? 现在去日本,我们应该先进日本棋院,日本棋院比较前还是比较读书为主,所以只有礼拜六或礼拜天的假日,叫我们去做那个比赛一下。 那我现在去,要给我偏到一个集围去,当然是A万富,还是特别都不知道。 今天有一个竞断赛,参加那个竞断赛,假如可以升赛,这一年才只有两三个,那假如升赛的话,那才是。 是从四岁多啊,就开始。 基本上就是下到今天十三岁,对吧。 一定啊,对于培养其实是,下子级的人是不是很多呢? 这个国内下期的还不算很多,不过已经已经,那是环境了。 因为缺少很厉害的人哦,在台湾指导,所以大家这个奇力不能够做的进展。 对啊,我看着你以后再够一些的报复跟理想。 小鹅怎么会像吴俊阳老师这样的,接下让半仙的话,那他还挺好。 不过现在,因为大家都很赦,我们这个外表。 那小鹅能,没人可以往哪个地方呢? 这次有妈妈的典型,那么生活上的照顾一定是非常重要的。 王海,您这次啊,这次王队,请给您的打算什么呀? 对,我也是有一个效补充的。 我主打气的目的就是要照顾她的生活。 第一,还是健康样子,让她轻松一下。 当然是,每一次要求,在常备,写写写写就可以。 在这个艺术的领域中啊,一般的同事艺术工作,她就希望把她这一行最成功的人作为她这个努力追求的目标,更超越的。 在你的心目中,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呢? 我希望能像吴大国的。 那么您觉得,您的棋录啊,您这次已经开始了。 您跟她是不是相近呢? 有没有这个信心可以超越她? 嗯,没有。 您说,棋录就是相近了。 有一点点。 不过,我现在还不敢说啊。 祝您这一次到日本进修,顺利成功。 谢谢。